我講實在的 我在我看來 你們是不可能贏的 你們是不可能贏的 選手的天職就是去執行 教練叫你做的事情 即使這個指令是錯誤的 你們也要做下去 這就是球員的工作 全明星前解在土重化 不可能贏 紅隊手拿MVP 余承欣甩噴眾生 藍隊推出來的是 背號6號的黃宏軒 以及35號的陳瑜 看看我們出來的泛紅泡泡 好相處喔 還有之間互相的鼓勵一下 本州藍隊因為有三位雙兵 皮克酒項目由學姐 舔一命替補上場 雖然第一局拿下勝利 富士躲避球合球比賽 卻被紅隊使力碾壓 加油 那現在因為他們從手 需要傳到工區 需要做一個防守的干擾 所以藍隊會防守他們 藍隊選球 第一手 非常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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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 第一位選球 爬出來再起跳出來 加油 加油 藍隊最後一集 要出場 沒有出場 沒有出場 比賽結束 跟比賽 紅隊是3比2 一分顯勝拿下了 二球項目的勝利 這種團隊贏起來感到真的很爽 昨天加油問我說 你們說你們一定會贏 我講實在的 我在我看來你們是不可能贏的 我唯一今天覺得你們會贏的就是皮克球 其他項目在學習過程中 教練講話你們也在講話 你們就太多自己的想法跟硬件 可是在我們初學者裡面來說的話 是很忌諱這樣子 選手的天職就是去執行教練 叫你做的事情 即使這個指令是錯誤的 你們也要做下去 這就是球員的工作 這個合球訓練 對我來說就是不OK的 請宣布得獎的是 余晨熙 參選 真的超級開心 因為其實我已經入圍了三次 第一次真的終於拿到了 因為他們給我信心讓我很敢進攻 那我也很相信他們的防守 前面是梅哥先守他 然後梅哥讓他進一球 後面被阿嘎守他 又給他進一球 我就跟傑哥說 傑哥我上 我一定速度跟上他 不讓他投任何一顆球 盡量不讓他們得分 然後阿欣就負責好好的得分 你只要有得分 我絕對不會讓他們投進 準度真的 差了一些 來 派夏浦揚來守 防守位 王涵仙 夏浦揚到隊長 沒錯 浦揚防守跟鬼一樣 基於紅隊隊長 由曾鈺佳搞票當選 身為郭底的他 一上台就淚風 我們先恭喜 曾鈺佳是黃隊隊長 謝謝 我其實壓力很大 是因為我現在大運 都比較接受我 然後 我其實有時候覺得很努力 因為我只能出身 我只能照顧大家的情趣 但是我不能實施給大家 我可以在運動條件上面 努力的追趕你們之外 我扛起來 揚好的 好 追趕 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